大家好 JP跟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使用火狐浏览器 让YouTube自动重复播放 YouTube影片只能播放一次 无法循环播放 每次要听一首好听的NV 就要一直自己动手重播 但是可以透过火狐浏览器扩充套件 来设定重播次数 首先打开火狐 选择精选扩充套件 在搜寻栏位里面 输入下面的程式名称 程式名称 可以到这个影片的下方说明栏位 直接Copy就可以了 按下右边这个按钮 选择接受并安装 选择立刻重新启动 这个程式是在幕后执行 所以火狐右上角 不会出现程式捷径 我们打开YouTube 影片下方多了一个自动重播的按钮 点开之后 影片可以设定自动重播的选项 和影片重播的特定时段 这个选项是重播整部影片 第二个选项是重播特定时段 这个选项最好在停止播放影片时设定 首先把影片拉到26秒 按一下开始播放的按钮 会出现27秒开始 但是影片会从26秒开始播放 再把影片拉到28秒 按一下结束播放的按钮 会出现29秒开始 但是影片会从28秒开始循环 下面还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循环开始 一个是停止循环 反白的按钮就是启用状态 这里先选择循环开始 开始播放影片 影片从26秒播放到28秒后 又开始从26秒播放 按一下停止循环 影片不再循环 测试成功 设定好重播功能 可以减少很多琐碎的操作步骤 谢谢 我到尾身回了 谢谢 你们准备